早上好,你发现了新的宝石 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后卫必备的单脚炮头的视频分析 首先是基本的单腿一二步炮头 需要注意的是当你迈出第二步时 要使你的身体主动减速并向上跳起 一来让你的出手更加稳定 同时避免因为速度过快落地后 重向你的防守者造成经营犯规 当然要根据在实战当中防守者的站位来进行细节上的调整 至于抛头时手腕是否需要压腕 我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出手习惯 以及当时场上你的运球节奏来做出适当的调试 个人建议两种出手都要去训练掌握 也建议大家在抛头训练中增加一些自由运球 让你的抛头更加具有实战性 第二种就是我们的飘移抛头 比赛中很多情况下 你没有面对篮筐抛头的机会 这时你就需要具备飘移抛头的能力 与基础的单脚抛头相比 飘移抛头显然更有难度 但当你通过训练掌握这门技能后 你将在突破中有更多的精力选择 一定注意当你在抛头时你的眼睛应该一直盯向篮筐 这是命中飘移抛头的关键 当你熟练掌握了以上两种抛头后 库里的招牌低手抛头是丰富你抛头武器库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出其不意的出手以及超高的抛物线 让内线的补防球员很难去判断你的出手时机 当然稳定的去命中低手抛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单独训练 第四种是我们欧洲部后接单手抛头 由于后背的不服原因可能有些情况下欧洲部很难完全晃过对手完成上 因此欧洲部后的抛头是一个非常好的备选 你可以利用假传球来迷惑你的防守者 或者在欧洲部中产生身体对抗使防守者产生硬质失禁 进而完成你的抛头 第五种是我们同手同脚的抛头 它的优势在于迷惑你的防守者 让它很难判断你的出手时机 同时它也很容易造成防守犯队 比如说防守者追防时 你的突然减速造成对抗 很可能会为你赢得一次2加1的机会 在节目的最后 我想来谈一下我们是否有必要去练习我们的弱侧手抛头 我认为在你训练时间充裕的情况下 是有必要去训练的 但是绝大多数的训练中心还是要在强侧手的抛头 OK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解析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们从中无所收获 也希望大家长按点赞三连来支持影餐老师 另外 如果这期视频点赞超过1000 我也会为大家制作一期具体的单脚抛头训练计划 Till next time I'm out